通话记录 VIP顾客 123 打了都没接 十点半之后就没有接过电话了 也就是十点半已经死了 杨助理死了呗 是不是他 你看黑带人杨助理 对死者应该就是他 我们去看看 你就要看那个礼服 这是180的 哦这个是180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男朋友的衣服 来我们一起去确认一下 来 哇这个设计很酷啊 这一折射的原点 那这个人是有点头脑的呀 当然 看看他的衣服是多大号的 来来来拉起来 两个手伸起来脱 以前我卖衣服的时候 给模特换过衣服得这么弄 哦 多少 170 那这个死的就是杨助理 杨助理 杨助理 来吧我是1米83 他是1米70 那就是有人把他害死了 对 走我们再回去吧 我们还有个密码箱 这这上面是什么 数字数字是吗 试试呗 还有数字的东西 还手机里有线什么 我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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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是啥 0708 为什么是0708 因为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因为今天是他重要的日子 7月8号也就是今天 哎呀下行啊 老刘现在 老刘是密码所专家 我发现 哎 哎 哎 杨助理 我打开了 我打开了 0708 行啊 老刘现在 我去纯蒙啊 我跟你讲纯蒙 哎 对讲机 能联系到他 过去 哈啰 哈啰 喂喂喂 收到请假 收到请假 哎 我听见回音了 快快快 这边 需要求救 需要求救 来 留着你 留着你来说一遍 喂 喂 喂 说到心情 说到心情 这里边 这里 这里边 说到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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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里边 我是来玩偶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是谁呀 他是来玩偶 我是来玩偶 我这关一天了 快点去 关一天了 来玩偶在里面 你老公要来 不是 你男朋友来了 男朋友来 出现了 来玩偶被关一天了 怎么说 兄弟们 救人 一网踹是吧 救人心气 零戏零八试试 来 那个密码是那个 八二六四 四 八二六九 这道密码 不是 零八二六 不是 他说 你再说一遍 你的网不好 你再说一遍 哥们 那个密码是八二六四 八二六四 八二六九 八二六九 八二六四 八二六九 八二六四 八二六九 要不你再待会儿 还要坚持不住了 你们还在哼泡的玩儿 我们真听了 我们没捣乱 哎 那个哥们 你再坚持一下 到底是什么 你大脸声再说一遍 八二六四 是八二六九啊 哈哈 我们把你救活了 兄弟 哈哈 你还好吧 哥们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耳朵系号不好 你知道密码你还不出 他在里面打不开 他在里面打不开 你是来玩偶吗 我是对对对 你男朋友啊 黑老师没事吧 我 没 没什么事 那就好 好 不是 首先我们能不能 先给人解开一下 对对对 我被锁半天了 对 他这是 解不开是吧 要是在那角落那边 我够不着 好 哪里啊 没有啊 哦 这儿呢 请别给他解开 请别给他解开 对对对 他很危险 大家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 我看看 看看 这有个东西 这有个东西 哎哎哎哎哎 好 打探 开 哦哦素质 哦哦 哦哦 这是什么东西 说吧 这是给 漂亮买的 这啊 你们走吧 我觉得 这人可以考虑一下 这人可以考虑一下 说吧 怎么回事儿到底啊 太 special了 谁有胆子在你的地盘 爲你的 是杨助理 杨助理 你什么时候被锁在这儿了 我今天早上八点钟 去仓库整理玩偶的时候 我从镜子的反光里面 看到有一个人要打我 什么意思 杨助理 我就跟他反抗 然后我就被他打住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从监控里面看到 你们已经进入仓库了 然后我就按控制台上面的按钮 你起来吗 送你藏吧 想用那些光光和声音 来引导你们来救我 你跟杨助理有什么过节吗 就是你们关系不好吗 我对他很好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袭击我 但是他那个屋里有很多证据 你就是买了他的那个手稿 你是不是剖析了他的作品 怎么可能 那些网友都是我自己做的 每一个手稿都是我自己亲自画的 而且那些技术也是我原创的 你们俩那签的合同都在那儿有呢 什么合同 自己看吧 你根本你这大草包 你啥也不会 他都杨助理设计的 对啊 现在白纸黑字都在那儿呢呀 这肯定不是我 这这么多你自己写的字还有你手印 不是我写的字 真不是我写的字 他伪造的 他伪造的 按了手印怎么能伪造呢 这不是我的手印 这不是我的手印 真不是我的手印 我们看一下 你看就是他的手印 真不是我的手印 你都觉得是伪造的 不是 我没错过这种事情 他可以不承认 如果他是凶手 他可以不承认 这么多证据都不承认 能报纸他 可以啊 110 不是 其实那个我们可可有一个特异功能 能直接DNA比对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他 匹配成功 哇你看 哎呀 因为他平时不这么说话 非常之高科技 我真的信了 这是你自己也怕这种声音 你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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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是我的手印 我跟你们说 这个杨助理 我从小对他都非常好 我每年都给他过生日 不是 那他生日是大概什么时候 9月9号 然后他父亲生病了 我还转了他20万 那你跟他有条件 我从来没有要过回报 我想问一下 你在这个监控室里 你看不到死之门的事啊 看得到 看得到 所以我就想问 你们杨助理去哪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 因为他很可疑 很有问题 不是 因为杨助理 就之前就在这个舞台上 你在这儿 你在这个屋里 不可能没有发现 所有一切的一举一动的 你太淡定了 跟我们讲这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 就让我们给你开锁了 我挺可爱的 就一直按这些按钮 然后就是想让你们过来救我 所以他就没看到杀人过程 自由照顾到 我有一个好妈妈 我都听你的 三十岁 我在幸福的门外 却一直都进不来 愿我放下情绪 用所有诚意 对你说一句 对不起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有些人 一旦错过 就不再 错错错 是我的错 你是黑夜的一复光 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 但光熄灭的 这是什么东西说吧 没oplemm